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了 我一定好好珍藏 你这整天顾着这些 没有东西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小萱 我来了 你怎么愣住了 难怪一下客就把我叫来这儿 你不怕为什么看见 首先呢 我会戴上这个 假扮你的侍女 其次呢 如果万分不幸地面纱掉了 而且万万分不幸地遇上熟人 到时候我就说 我是来男扮女装的 你先女扮男装 然后再男扮女装 这还是受你的启发呢 你能在茶香居男扮女装 本公子凭什么不能 谁还没点品好呢 对吧 来 帮我戴上 夕月 你怎么 夕月在暗访 暗访 暗访 边境局势紧张 不少百姓逃来京城 听说 有恶人会趁机拐卖落单的名字 夕月扮成女装 看能不能查到什么 也算尽一份力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好好干 什么案子 都傻了 没想到 夕月还有这批号 藏得挺深 你又管人家干什么 再说 你也得小批号 也得藏得去批车 这样也挺好的 是啊 这些啊 连面纱都什么 都这样了 索性也不装了 走吧 姑娘看一看 各种西洋式的城市 瞧一瞧吧 您选选 我看看 是虎金石 倒也常见 对宁国来说常见 到了这儿 可就是物以稀为贵了 十八年前 两国大阵 早已断了商贸 如今都未恢复 这宁国之物 怎么到的严呢 自然是十五十路 数有数路 赚钱的路子多着 老板娘 我要这几个 好嘞 多少钱 唐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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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唐葫芦不错 宝田吗 好吃 宝田不算 给我来两串 好 这 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在摊子上 只顾挑东西 哪顾得上看我 谢了 我一定好好珍藏 你是不是疯了 你要骂就骂 干嘛说我东西啊 女扮男装十八载 竟穿成个女儿加成阶层过 你当全京城的人都瞎了 他们都说我是男扮女装 你二叔是何等人啊 这话要传到他人多厉 难不及一 若他查明实情 还能让你当画家家主啊 你这整天顾着这些 别用东西 家主家主 娘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贪 我贪 为了当这个家主 你都会把我逼疯了 还不是为了这份家产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我 我不是为了这份家产 我是为了雪山湖 对 雪山湖 你什么都不在乎 你就只在乎雪山湖 在你眼里 我和我爹 都没有雪山湖住掉 别 当日你爹 死在我眼前 最后说的三个字 就是雪 雪山湖 这些年我总想着 也许拿到了雪山湖 就能知道 你爹为何而死 娘 这种事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你爹一身钢纸 不知得罪过多少人 花府有高墙 有护卫 此刻竟还能潜进来 杀了你爹 可见那仇家 是何等厉害凶残 再说 我还得防着家里 有仇家的眼线 我不是没告诉你 我不是没告诉你 我是没告诉任何人 一来 我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二来 若真的雪山湖中藏了秘密 让你爹丢了性命 那我对谁说 谁就会有危险 你二叔 都瞒着 雪山湖 被你二叔藏在宝库里 若能对他说明一切 我早请他取出来 一亏究竟了 也不用你女扮男装 继承家业 顺理成章拿到传家宝 继玉啊 是娘的错 娘对不起你 这些年 只顾着你爹的死 总想着 你还能再熬两年 竟忽略了 你一个姑娘 常年扮男装 是何等的艰辛 何等的郁闷 娘 你不要这样 这女儿不想 借着娘 但女儿 有句话 我说出来 怕您生气 你说 娘 你一直藏着椰子的毛病 得改 多耽误事 你早说不为家产 只为查亲爹的死 你跟我讲啊 我早就把你查清楚了 怎么查清楚啊 娘 要得到雪山湖 不一定要当家主 可以偷吗 偷 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